就是2015年轰动全球的 德国大众汽车尾气排放炸弃案 到2016年的美国华人社区的珍宝弊案 两起集体的诉讼都是求偿1亿美元 所以有许多华人都想知道 如何透过集体诉讼来维持自身的权益 因此东森新闻的记者 特别访问到了南加州知名的商业法 还有财产法的律师郑博人 为观众朋友深入解说 2015年德国大众汽车柴油汽车爆出 尾气排放欺诈案 虽然最后和美国监管部门达成协议 并且从2016年起禁止在美销售 不过后面还有超过500个集体诉讼 因为越来越多的民众知道 这种方法既简单成效又显著 特别是在加州 加州是一个opt out 所以你要亲自写一个文件 说我不希望当成一个原告人 别州你要签才可以当一个原告人 所以在加州有一个人 他可以代表每一个算是受害者 是只有那个受害者不愿意当原告人 他才不会当一个原告人 而同样的集体诉讼官司 也发生在苹果公司 因为美国司法部起诉苹果 在电子书部分违反反垄断法 至少欠消费者4亿美元 也就是说只要民众透过集体诉讼的方式 就可以争取回应得的权益 但负责的律师够不够专业就是关键 手续跟别的案子都一模一样 能够找个律师 那当然这个律师的话 要专精的有这个经验 做集体诉讼法庭才会批准 所以在华人圈子里面 算是蛮少的律师 我们是目前在华人圈子里面 是蛮少的律师可以做的集体诉讼 强调在加州 99%的集体诉讼案件 都是庭外和解 因为就算是跨国大企业 也无法负担上百甚至上千人的集体诉讼 而且案件种类包罗万象 各行各业都有 欢迎感兴趣的民众 上郑伯仁律师官网查询 东森新闻彭迪 孟子文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8个月 10分钟 周端 5 тебя 3 0 3 4 4 3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